大家好,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红枣四糠饼盖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20克红糖 然后加入30克开水 然后用打蛋器把红糖搅拌至完全融化的状态 接着我们先准备130克的低筋面粉 先加入3克无理泡打粉 再加入30克室温软化的黄油 然后再下手先把它们充分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后我们先把它倒入晾凉的红糖水里面 然后再加入30克牛奶 30克红枣碎 最后我们再用铲子把它翻拌成像这种没有干面粉的状态 翻拌均匀后我们先用手给它轻轻的按扁一些 然后再用模具或者瓶盖按压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做错好后把它们依次放到附有硅油纸的烤盘里面 接着我们在表面先给它刷上一层鸡蛋液 然后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90度烤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红枣四糠饼干吃起来非常的松软香甜 舀上一口还有一股浓浓的红枣和牛奶的香味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